这本女仆一直都是很多男人心中的向往 但今天我要讲的女仆却很特殊 因为她是连女生都无法招架的特殊女仆 距离局气的画面真的是让人一无爱一无恨 她就是2017年的神奇动画小林家的龙女仆 女主小林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 在一天准备要去上班的时候 却发现家门口出现了一只龙 这并不是让小林傻掉的关键 主要是这条龙竟然姚如生姨 变成了超级可爱的烧蛮威女仆 她自我介绍叫托儿 是昨晚小林邀请她来家里做女仆的 仔细回想 好像昨晚小林合作就导致列车坐过站 最后来到荒山野地正好见到受伤的托儿 帮她把身上的巨剑拔掉 并邀请她来家里做女仆 不过这件事真的是太唐突了 小林本想拒绝 但是在看到托儿的湿弱的眼神后 内心的罪恶感尽让她同意的托儿留下来当女仆 可其实小林的特殊癖好就是女仆控 而既然要做女仆 就要验证一下托儿是否有做好女仆的资格 首先当然是打扫坊间 这件托儿一个浓脂吐吸 家里的家具就全部小时了 整个家真的是干干净净了耶 而托儿还带了进口洗衣机 利用浓的兔液来浓解血菌 比洗衣机套用多了 最重要的是托儿还带来了全自动烘干机 只要天气稍微阴沉一点 它就是一口龙屎吐吸强行变情 好在小林那心条叫托儿 也终于懂了很多家伙式的做法 不过之前那口龙屎吐吸对了天长发射 会见到百姓看到了 甚至还引来了托儿的朋友康娜 她是一条幼女龙 因为经常恶作剧被赶出了龙的世界 发现托儿的踪迹就立刻赶了过来 想要托儿赶紧带她回家 不过却被托儿拒绝 康娜认为一定是小林又怪了托儿 所以就想要杀死小林 你好讨厌 这个举动有谁不爱 有这么可爱的幼女龙 要不也就收了吧 而康娜这条龙比较特殊 用它能量只通过充电 于是家里的电费似乎就有钱超标了 不过这些操作都不用太吃惊 因为农女婆的娱乐方式 才是最最最最最最有趣的 那时一次外出小林太累了不想动 两个龙只好自己玩 于是你将会见到清费燃烧的超视觉体验 她们的小团腿是极为灵活 各种变磁爆是说多就多 感情人类世界的核战争 在龙主那边就是过家家 有一对两个人小林打算搬家 就还邀请了好朋友龙骨来玩 而托尔也打算叫朋友一起来 其实开门的时候 呃打扰了重来 可是直接要诅咒之容变身后的人类法夫呢 还真是帅到家了 但亚洲人物总是最后登场 用超大凹派的羽舌神 鲁克雅闪亮登场 一出现就当小林特别愤恨 为什么龙的身材都那么好啊 在经过今晚的聚会后 一会儿人都成了好朋友 和在狂玩后的平静 坑了每天都无聊地看着楼下的男男孩子 竟然也萌生地想要去上学的恋头 乔丁自然愿意支持 就这样鸟类的关系瞬间拿得很劲 而温武双全的看望在小学很受同学欢迎 不久后就带了好友栗子来掐里玩 原来是栗子通往娄子 让面子接受高年级同学的挑衅 在进行一场躲避球比赛 阿弗娜还有陆克雅等人都决定全力帮助栗子 但是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个躲避球 这个老哥还能给整得脸红呢 看着陆克雅的魅力实在太大了 这场比赛的胜负根本没有悬念 以至于不尽心的几条龙竟然玩起了他们世界的躲避球 那看比核弹的每一球都让人瑟瑟发抖 最后的结局是所有人全部都被轰打下 终于在这些时间里 陆克雅还有法夫娜都感受到人人世界的乐趣 于是法夫娜被带到龙骨的家中住下 本来讨厌人类的他竟然跟着龙骨过起了甜蜜双白的同居生活 而陆克雅也通过仪式召唤的回应 出现在一个生为魔法使家族的小孩墙台面前 本来想在是在进行着恶魔仪式的召唤 结果出唤来了陆克雅 看着陆克雅夭劳的模样 想在第一感觉就是自己竟然召唤出的魅魔 想在脸红的样子让陆克雅实在是喜欢的不得了 从此两人也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 竟然所有人都有了各自的归宿 平静生活也就像他像 可是随着一天托尔在收拾碗筷时 他的死对头爱罗马竟然从龙界一路找到了这里来 因为龙界分了三个派系 一个是注重秩序的调和势力 一个是喜欢破坏的混沌势力 最后一个就是啥也不管的贤能势力 而托尔则是混沌势力的人 艾努玛的出现是为了让托尔赶紧回去弱界 不要破坏人类秩序 让托尔拒绝后 掩开一场大战就要发生 艾努玛的肚子却饿了 在吃了康娜给的夹心面包后 他竟然答应了这次事情 就算了 原来打开龙界大门的人只有托尔可以 之前康娜找他也是为了这件事 直到托尔不会那么容易打开大门 所以他竟然来到了小林公司上班 毕竟注重秩序的他肯定不会用破坏来赚钱 但最近公司真的是很忙很忙 小林都没有经历去参加康娜学校运动会 各位其他同学的父母都会到场 康娜就那种很委屈的模样推着小林 你去嘛 你去嘛 有这样的孩子在嘞 都是一种享受啊 而一开始拒绝的小林却在后来 出现在康娜的运动会上 哦对了 路科亚也带着翔泰来到赛场 这后翔泰参加了街舞赛跑 需要路科亚帮忙 因为他抽到的物品提示件是 世界级 自然想去 路科亚生社会不就带着两个世界级的物体吗 后来康娜的队伍赢得比赛 因为路科亚的原因 翔泰也认识了大家 还参加了给养老院的老人表演节目的活动 只是他们挑选的卖火财的小女孩魔改 实在太严重了 因为康娜事业的小女孩竟然遇到了卖斗笠的翔泰 两人各自推销着自己的产品 突然康娜觉得很冷 就点了火财烧了翔泰的斗笠区段 这个剧本不在安排之中 一直到有出大问题的小女孩无法冷静了 其实这几条龙的演出真的是离谱到家了 因为在典篮斗笠时 竟然出现了一位能取悦的阿拉丁魔法施法苏娜 她将康娜变成了魔女 结果突然出现了路科亚饰演的正统魔女 然后利用真的魔法打了一架 被赋予魔法的康娜随手一挥 后面的屋子就着火了 最后艾路骂饰演的武士 带感谢康娜的魔法 让她有机会进入敌人基地 最后饰演敌人的托尔最后出场 将自己的龙翅膀和尾巴都露了出来 长下的脑袭也还以为是道具 而托尔和艾路马碰面必然会出现矛盾 两个台上直接用魔法自杀 台下的老人们还在感慨 哇 这特效看得也真爽 虽然很胡闹 故事也没有逻辑性 但是只要老人们开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平静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所以时间的推移 托尔已经完全形成了小林 也讲述了自己的过去 曾经她在龙街也遇到一个可以性能的女孩 因为出身于混沌实力 托尔当时的日常就是每天打打杀杀 自由对于她来说那是可贵的 而当认识女孩后 她第一次开始向往自由 而女仆这个字眼也是女孩教她的 因为女孩说只要拥有自由 她就想做女仆 穿最可爱的衣服 然后跟主人坠入爱河 所以托尔会变成如今之不样子 万儿之缘总算找到了 但是托尔现在还有一件事 放不无暇 她想要将小林介绍 给自己父亲认识 但她清楚 只要见到小林父亲就会立刻杀死她 结果才没过多久 托尔的父亲真的找上门来 她是混沌势力的主宰 名叫中烟帝 她能见到托尔那一刻 直接将她带走 知道托尔的小林 却感觉自己好像活不下去了 做什么事就觉得费劲 她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小林 因为她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看到过小林笑过 但这一切的异常 直到一天托尔突然回来后 小林终于面度洗色 不过托尔却是偷偷跑回来的 中烟帝也紧随其后跟了过来 我记得我当时还在往回道 在确认托尔真的是混沌势力后 我见她喵了一点黑点问号 感情喜欢破坏的混沌势力 还会在乎人类秩序 而看着父女俩争论不休 小林觉得自己是时候站出来了 但是才刚开口一句话 就被中烟帝打爆眼睛 我跟小林却能不退缩 继续怼着中烟帝 在父亲出事后伤害小林的那一刻起 托尔就不再是那可爱的女仆 而是一条真正的神龙 小林就是她的逆临 让父女当场大战起来 眼看实际力敌之时 原来小林也非平凡之辈 只见嘴对那日信守连来 她表示自己可以跟托尔和平相处 你可以不信任人类 但难道你还不信任自己的女儿吗 中烟帝被问住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小林的这句话 没有反驳也没有赞同 只是转头像是默许有托尔留家的意思 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 我突然在想 要是小林再多话聊几句的 你说话呀你哑巴呀 我说的有错吗 或许中烟帝反手的是一口 笼之吐息 在父亲离开之后 托尔兴奋的直接扑到小林怀中 小林也在后来带着康娜和小林回到我家 看自己的父母 这一幕像接老父亲老母亲带孩子很亲的场景 毕竟康娜真的是可爱极乐 不过小林未来中就会因为寿命原因而提前离去 长寿的托尔 她表示并不会后悔 只想珍惜当下 能遇到小林是托尔的最大的幸运 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起诉了 但由一集比较大胆的番外 算是弥补了很多人期待的剧情 有托尔一直吵着想要跟小林生孩子 相信看过这部番剧的人一定很多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每个角色的性格表达都很棒 而且喜欢狐狸番的永终画面也是安排到位 在2021年7月就会上映第二季 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 而如果还不知道 小伙伴赶紧准备好了7月新番 可得赶紧安排 毕竟好看的龙女服务可真的是 不多见了 这让他们各个身材都是那么哇塞 我是少年 你会迷人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想让我解说请点关注 如果能给我随便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